这年头想在网上做副业赚点小钱 做电商货自媒体等 真的不缺信息和干货 缺的是 一搜索筛选的能力 二实践执行的能力 三复盘调整的能力 能做到这三样 想超越80%的同龄人 其实一点也不难 没特别才华的普通人 没必要自己做产品 先找到适合推广的好产品 做电商卖货 出单会比做自媒体快 或者可以做自媒体结合电商 卖产品比卖知识付费容易 且更可能有付购 天花板高 可以长期做 卖知识付费 虚拟资料的好处 则是一次性利润很高 但如果要做长期 得有非常好的价值交付 否则要经常重启炉灶